而且你看 车上这个牌照都变了 户就很少了 是苏 所以是到了苏州对不对 苏州 昆山市 昆山市 俊佳房产 俊佳房产也是贝壳平台的是不是 是的 好 三小 嗨 你好 俊佳老师 你好 你好 我是贝壳平台俊佳经纪人张翔 你好 我们的房源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可以找 当然 这个我用过 我们在上海都用过 是不是 对 俊佳老师 我告诉你有一种快捷的方式 可以逊色找到我们贝壳的APP的入口端 我们都使用微信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微信九宫格里面 有一个快捷的方式 就可以找到 多一个选择 对 贝壳找房的一个大数据平台 我们可以选择所需要的房源 所以不光有APP 这个小程序也很方便 我忍不住想去看了 我们感受了一下这个院子 对啊 环境还不错吧 不错不错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我们闲庭信步了一下 顿觉神清气爽 你看他这个楼间距面宽达到55 在花桥这边 属于靠近前面的面孔特别宽 邦与狼队一号房源 位于江苏省昆山市 该房源距离委托人工作地16.3公里 驾车33分钟 距离最近的幼儿园480米 步行8分钟 距离最近的商场670米 步行11分钟 我们看着现在是第一套房子 神法 神法 神在哪里 神在哪里 所以他的楼层 户型 危机 包括他的通透性 包括他的阳台 都是一大特色 就是完美当中的完美 这个小区的楼王 对 我要是有钱我都买 但是我可惜我没钱 那我们走 好 我们去看看 走 特别变 特别棒 吉星永效富贵门 所以他的户型 通透性 非常亮 对 帮女郎队一号房源 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绿地大道 是74平米的两室一厅 九楼有电梯 房龄十一年 dan 凝一号房 我要是一家都买 十一年 一家都买 不一样 哇 这个好 底下就是绿地大道 对吧 对 这个感觉好啊 开放式厨房 太弱了 旅程 但是厨房一般其实不太会用这种 用仪门比较好 这可以改成 这是承重墙吗 对 这个不是承重墙 这个可以打掉的 把这个门改成推药门好一点 对 所以一个 有点占地儿是不是 开胖似的 这种呢就可能占面积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绳房 对 看一下这个户型 这个是它的主卧室 哇 这个阳台好大 对 直接这样 你看 哈喽 这是哪里啊 另外一个卧室 另外一个 嗨 这么通的 这个地方我喜欢 这个场站的面积是七十四个平方 七十四个平方 对 七十四个平方 所以它的得防律 加这个阳台还可以的 它这个壁厨 全部是当时有打好的 包括我们收藏的东西啊 冬天的衣服啊 都可以放进去 可以容纳得下来 虎哥老师你看 它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它是干事分离的 对 所以说互不影响 妈妈在带宝宝 在里面吃早的时候 爸爸在外面使素啊 各方面互不影响 嗯 哇 这水好大 哇 我看一下水压 哇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水压是我看过所有房间 水压最主的 这是放洗衣机的 是吗 放洗衣机 那你下去吧 哦 这边的卧室其实挺好的 完全是方方正正的一种 正方形的房间 你没有发现 它那个所有的房间窗户 特别的敞亮 它的特别敞亮耶 有的下面是一堵墙 对 我是原点场 我把窗户关架我听一下 朝北的房间会有一点元场 和马路 如果说怕吵的话 有的业主也是做双层玻璃 这个是单层玻璃 嗯 双层玻璃可能隔音效果更好一点 下个人 这套房子性价比也不错 在预算 在预算内 对 在预算 完全在预算内 邦女郎队一号房源 是明亮落地大窗两居室 小区环境优美 规划合理 楼间距充足 房源房型规整 南北通透 空间充裕 有足够的储物空间 且价格符合预算 美中不足的是 朝北的房间靠近马路 需安装双层玻璃 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采光比较好 然后它是餐厅和客厅是分开的 然后厨房也比较通透 然后阳台比较好 对 我感觉好像有点局促 小 70多平米 你怎么可能 咱就是家庭事业刚起步 那不能抬的 这毕竟俩孩子 而且这个地方好在哪儿 它的车位它不卖 但它一个月就租个150 200块 而且他们这个小区的人 就可以直接坐那个大巴去到上海 到中山公园 其实挺好 我觉得这房子吧 就是说你说不好也没什么不好 但你说好吧 好像也挑不出一个特别的 让你心动的地方 我们再看下一套好不好 好 你看看吧